出動工作人員指揮排隊動線 除夕這一天趕著採買年貨人潮出籠 最夯的就是熟食年菜店員站一排 打包的手沒停 欧烏生 鯨魚 東坡肉 心太軟 冰糖蓮藕 金黃火腿 珍珠丸子 八把飯 青椒 青椒罐肉 還有雞跟魚 經常來這邊買 過年就會來買 蒼蠅頭 青椒香肉都是很好吃的 然後還有 每一年都會來這裡買 還有牛腱 對 很多 一口氣要把買的菜名通通講一遍 圍爐餐桌上樣樣不能少 冰糖蓮藕 蔥燒鯨魚 對 然後像那種富貴雙方 他就是等於是蜜汁火腿啊 蜜汁火腿的話等於是剛剛那邊 我這邊已經打包好了 對 然後 火跳牆也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火跳牆 除了這些熱門菜色 身受婆婆媽媽們喜歡 許多政治名人都讚不絕口 還有冰糖蓮藕 冰糖蓮藕 蔥燒鯨魚 是前總統馬英九 和夫人周美青指定外帶菜色 還有鴻海幾台創辦人郭台銘 也要點名要吃醬飽鴨 我因為它那邊排太多了 我來這裡看一下 怎麼辦 還有一盆 收視攤買期望 中食老主顧年年報道 偷錢買年菜 可是要比手速的 招牌菜我都買了 這樣是什麼 你給我們推薦一下 因為我沒什麼 它的燻雞 獅子頭 烤鋪啊 蔥燒鯨魚啊 還有 雲拌菜都很多 那什麼 長期的顧客 富貴雙方 豐坡肉 然後 醬鴨雞肉 對 對 這些都快缺貨了 廚師夜團圓飯 還缺哪一味 可得手腳快一點了 歡迎收看林伯漢 宋志寧台北參謀島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